逢年過節還有都有送節禮來 但是我就想說 一定是經紀人安排的 我跟他一樣的關係 你看你小氣喔 但是我們有一個基礎在 他問我說你為什麼 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氣 我就說對 就這樣其實大家就沒事了 也十年了啦 天啊 我還有幾個十年 我還要怎麼樣 可以了啦 因為今天夜節也在 你還是想問大家夜節 有更少夜回合的過程 也沒有什麼過程的過程 說實話 那個東西就是 因為之前 好 我年紀大比較小在一起 那剛剛就生他的氣 他其實他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從來 我知道 對 你知道但是對 我有誰遇到你嗎 哈哈哈哈 這樣講嗎 哈哈哈哈 我這樣理力OK 欸 呦 我欣賞 這個太過了 這個太過了 你真的沒理我 你真的沒理我 你忘記我 那你有剛剛打算 不是你的打算嗎 有 我就 然後他就 有啊 因為之前他 逢圓過節還有 都有送結理來 但是我從去想說 哼 一定是經紀人安排的部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看你小氣喔 就是我們有個基礎在 他問我說你為什麼 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氣 我就說對 就這樣其實大家就 就沒事 你十年了啦 天啊 你還有幾個十年了 我還要怎樣 可以了 因為我覺得很多東西 很多事情不是我能做 把他道歉的 我能夠解決的 因為錯誤跟傷害已經造型 所以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 就帶著這個錯誤 帶著這個可疚 去做好我們 跟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所以說一句開玩笑的話 但其實也不是開玩笑 但是我唯一想做的就是 想辦法活久一點 成到情境螞蟻 然後 哇可以 什麼 對啊 哇 沒有很炸啊 沒有很炸啊 可以啊 健康 健康 他身體很好啊 哈哈 他身體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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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說 我記得六十幾了 我跟你講 他身體很好 你可以幫他推人影 我跟你講 他前幾天超過分的 他還跟我說什麼 他還跟我說搞不好 我活不過金馬一百 我說誰推誰還不知道有沒有 對 而且是在你一直跑一直推 他一直罵一直罵我 一直罵 罵出的那種 那你為什麼會推在你這樣 因為我覺得 我後來還有在路上遇到熊成員嗎 對 我們去買大碗的時候 我有跟他道歉 你不是 幹嘛跟他道歉 沒有真的要跟他道歉 因為 就是其實這件事情 我一直放在心裡 因為我會覺得 就是 那是一個對 對手演員不信任的表現 所以 我當初 我的想法 跟導演我們只是 太一頭熱了 你知道嗎 我就想說 對對對不要讓他知道 這樣子 這樣就是 讓他有一個 那個當下的 那個 震驚的感覺 只是 完全沒有 把 演員的心情 或者說 這個 這個人的心 還有就是 你太不相信 你對手演員了吧 你竟然不讓他知道 這是 就是 後來其實我跟導演 都還有在討論 我就覺得 是 真的欠他一個道歉 雖然在路上 在遇到他的時候 我就還是跟他抱歉 然後我就說 沒有啦 沒有 但他眼眶也是紅紅的 這樣 我就覺得 真的是 很對不起他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很 雖然也對我來講 很特別 就是 沒有這樣講 所以就是 我始終都覺得 就是 拍戲就是 兩個人的戲 不是兩個人 應該是一群人的戲 然後就是 就是 當 當對手不真心 簡易的 為了這種表演 會 過近年 切禍出去的時候 那時候有可能 有人可以成就一段 最好的表演 但是 如果我坦白地說 工作這麼多年下來 你本來 會有 一到 這樣做過程 一方面是很難 另外一方面是 熊軒姐 她有這個 猛力做到這件事情 不是每個人都會講 這種猛力 可以做到 然後 破除一切也好 還是 還是 讓對方 讓我 喜悟的 所以我來說 我記得說 我很 我期望 我期望我自己成為 想像這樣的 一個 對手 一個 我希望我自己是講的 經歷 因為我覺得這個 這個不簡單 所以我不是 我沒有生氣 我只是 那時候跟獵鞋 我只是埋怨 我只是覺得 你怎麼敢罵你 你怎麼敢罵你 我只是誰 你一直希望你好過分 你好過分 嗨 大家好 我是武東 謝忻乃哥 我是許乃琳 我是台灣上司歐巴桑 鄧美鳳 我是蔡康永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S 我們是浩角翔吉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你現在要叫我 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在這邊要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歲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祝你生日快乐